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波士顿预计将从州政府的阿片类药物解决方案中获得2200万美元的资金 护士们举行首页活动 调念即将关闭的波士顿塔夫斯儿童医院 波士顿学院教授领导四天工作制的实验 新冠病例开始下降 病毒性肠胃炎高峰期正在到来 一名电线检查员去年在波士顿护员中获得了最多的加班费用 今年 该州巨大的阿片类药物解决方案的现金将开始流入 波士顿预计将从超过5亿美元的协议中获得超过2200万美元 总检察长莫拉西利周二在波士顿市政府的一个活动上宣布 从现在到2038年 随着付款的滚动 超过2.1亿美元的资金将进入城镇 3.1亿美元将进入全州的阿片类药物恢复和补救基金 在城市和城镇的现金中 至少有2200万美元将流向波士顿 市长吴米说 这些是关键的救命钱 将帮助从这些危机中恢复的下一步行动提供资金 塔夫茨医疗中心的注册护士 星期二下午在波士顿医院外举行首页活动 哀悼即将失去历史悠久的塔夫茨儿童医院 首页的目的是为护士 家属和当选官员提供一个机会 以表达他们对塔夫茨决定继续关闭这家儿科医院的悲痛 担忧和失望 波士顿市议长爱德华费莲在首页前的一份声明中说 看到塔夫茨医疗中心的儿科病床关闭 确实令人难过 这家儿科医院一直是为我们唐人街和其他地方的儿童和家庭 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 我对塔夫茨的决定深感失望 塔夫茨儿童医院自1894年以来 一直以某种形式存在 是麻州仅有的两家独立地提供全面服务的儿童医院之一 根据麻州护士协会的说法 自从塔夫茨医疗中心几个月前宣布关闭塔夫茨儿童医院的计划以来 已有数千人动员起来反对这一计划 麻州护士协会说 关于医院的关闭还有许多问题 因为并不是塔夫茨儿童医院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可以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获得 护士工会表示 现有儿科服务的费用在朗伍德地区明显更贵 波士顿学院的一位教授正在领导一项可能改变我们工作方式的实验 学校正在与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公司的数千名员工合作 探索每周四天工作制 这是一个为期六个月的实验 人们将在这四天内工作32个小时 低于通常的5天40个小时 这个实验发生时 美国每月有数百万人辞职 参加的大多数公司都是传统的白领工作 朱利亦·肖尔博士说 他认识到这对医疗保健等行业的员工来说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相信 缩短工作周将使员工变得更有生产力和精神健康 他说 他的研究人员正在为员工和公司提供几个月的培训 以帮助他们完成过渡 虽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四天工作制是否成功 但他说 减少工作天数和时间是未来的趋势 全国各地的新冠病例正在下降 使公共卫生官员能够将注意力转回到其他一些病毒上 诺瓦克病毒也被称为病毒性肠胃炎 它的爆发在过去一年中呈上升趋势 从2021年8月到2022年3月初 CDC报告了448个诺瓦克病毒病例 在一年前的同一时期 仅有78例报告 公共卫生专家说 放松对诺瓦克病毒的控制措施可能是导致病毒性肠胃炎激增的原因 诺瓦克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 通过物品表面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避免感染它的最好方法是保持最基本的卫生 定期洗手和家居清洁 大多数时候在一个城市里 赚取加班费最多的是警察 波士顿也不例外 该市去年赚取大量加班费的员工大多数来自警察部队 但在过去两年中 一位电线检察员在波士顿雇员中赚取了最多的加班费 他的名字叫基斯巴里 去年他的加班费超过了17.1万美元 几乎是他9.3万美元基本工资的三倍 据报道 该市有10名电线检察员 包括一名主任和一名主管 他们的工作是审查电器许可证 确保各种项目的电器方面符合规范 《环球报》报道说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当电线检察员在下班后 左右第三方支付的工作时 在城市会计中 他被归入加班费 因此 虽然警察的加班费和第三方工资是分开列出的 但电线检察员却没有 加班费是根据资历轮流提供给检察员的 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加班 但该部门说 一些检察员不喜欢加班 而另一些人则尽可能多的工作 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